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他依然是内心想要复合 却又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不能再妥协 所以两人就这样耗着 直到两个月后 他从别人口中得知 康诚与别人拍拖的消息 虽然在心底早盘算过会有这么一天 可是那个消息扑面而来的时候 他还是感到猝不及防的突然 他想 要不要这么快啊 关系虽然断了 可是七年的感情 至少应该倒念一下吧 他生平第一次去酒吧买醉 醉到分不清东南西北 醉到包被人顺手牵羊 偷走了都浑然不绝 还好手机一直放在桌上 于是他在午夜十二点含糊不清地挨个给朋友打电话求助 有的人关机了 有的人发过来一个红包 等他摇摇晃晃在保安鄙夷的目光中走出酒吧大门 夜晚的凉风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 他看到一辆银灰色的风前睿智 像剑一样冲了过来 在他身边停住 顾子恒一脸焦急地下了车 看到他安然无恙 轻轻松了一口气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脱下身上的风衣给他披上 他想冲他笑笑 嘴角牵了钱 泪水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心血突然想到一些往事 那时顾子恒还在医学院读书 是他大学室友秦薇的男朋友 他每次来看秦薇都会买很多好吃的 寝室里的姐妹都很喜欢他 后来秦薇去美国继续深造 留在了那里 他们便分手了 秦薇说 爱情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可是事业却是受益终生的事情 我不想为一份前途未卜的爱情 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顾子恒那么优秀 他不愁找不到女朋友 心血觉得秦薇的决定对顾子恒不公平 谁都看得出他很珍惜这份感情 他心无旁骛地爱着秦薇 不应该收获这样一份苦果 所以秦薇走了之后 心血在顾子恒最难过的日子里 一直留在他身边 关心和开导他 他们倒成了好朋友 他毕业后 在市肿瘤医院的住院部工作 心血还曾自作主张 想给他介绍女朋友 都被他拒绝了 他心里感叹 他可能还是放不下秦薇吧 他说 你对我的帮助和关心 我都会记在心里 若有一天 你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一定义不容辞 心血只是笑笑说 若有一天 我和康城分手了 只希望你能借个肩膀给我靠一下 结果一语成衬 回去的路上 顾子恒什么也没问 只是沉默地开着车 而心血一直一直地流着泪 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时 像被抽干水分的木乃伊 怎么也睡不着 想起康城 想起他们曾经相爱的岁月 他还记得 大学毕业前 两个人兴致勃勃跑去见家长 准备把毕业证和结婚证一起领了 康城那身为高中教导主任的妈妈 只是神色冷淡地看着心血说 你们拿什么结婚呢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校前没钱 药房没房 万一来年再添个小的 只问我给你养活不成 心血知道他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 康城的父亲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 他的毕业去向根本无需操心 倒是他自己 读着二流大学里的三流专业 虽然也每其名曰大学本科毕业生 却根本找不着一个正儿八经的地方来收容他 在此之前 心血从没觉得这是个问题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汽车配件商店和一家洗车行 经济条件并不比康家差 可是在康姆眼里切成了上不了台面的小商小贩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于是一气之下加入考研的队伍 而且是炙手可热并难于上青天的金融专业 把一腔的愤怒全部化成了学习的动力 他如愿考上了研究生 却因为用脑过度 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失眠多梦是家常便饭 尤其怕听到有节奏的声响 比如防炎的断漏 钟表的低大声 他会立刻感到烦躁不安 心血毕业后去了一家外资银行 两年里他从一个小职员一直做到理财主管 可是事业的一路开挂 并没有缓和他与康姆的关系 他对他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先却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泪 这么多年 他不是没试过去讨他的欢心 那感觉就像试图去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他心里焦脆 对方却依旧无动于衷 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他 可是康成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自己的母亲虽然有些严厉 但是非常通情理 倒是他心血 钱越挣越多 脾气也越来越大 往日温柔娇俏的女孩变成了喜怒无常的神经质 他不知道他每晚都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他的工作像座山压在那里 而他的母亲像这城市里的雾霾 也许他与康成终归是没有缘分吧 心血做了一个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从银行辞职 去澳洲玩了一圈 回来之后 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 像从难民营里放出来一样 他自我解嘲 之所以黑 是因为他把整个墨尔本的阳光 都挂在脸上 带了回来 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么做是受了康成的刺激 连他妈都说 你再赌气 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看你怎么嫁出去 只有顾子恒说 看气色就知道 你终于能睡到自然醒了 可喜可贺 他感到欣慰 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心血留在家里帮父亲 打理自家的汽车配件商店 他觉得父亲现在的经营模式有些落后 便在网上注册了一家电子商店 自己亲自设计推广 半年之后 营业额竟然比实体店还大 与此同时 戴凯与父亲商量 带领一家美国产的汽车保养用绿氢气 他说 我们的销售量暂时没那么大 可以先做二级代理 等市场铺开 达到一定额度 我们再去争取一级代理权 那个时候可能需要注册一个公司 母亲再没有因为他失去工作发牢骚了 却给他找了一个新的任务 相亲 心血也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搜罗来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奇葩男 他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父亲朋友的儿子 家里是开二手车行的 一见面就对他说 我不喜欢美女 美女都是又爱钱又矫情 不好养活 像你这样正合我意 心血说 我真没听出你这话是夸我还是骂我 我虽然是个丑女 可是很遗憾 我也很喜欢奢侈品 我更喜欢花钱 对我不好的话 我说不准也会跟别人跑了 所以我们不合适 顾子恒把这件事当笑话一样听 他说 这个男的不会说话 眼光也有问题 不是良配 心血看着窗外渐渐落下去的夕阳 淡淡的说 我真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不必为了谁改变 想去哪里变去哪里 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自由自在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男人呢 顾子恒追随着他的目光看向远方 他突然说 如果那个人不需要你改变自己 也给你一片自由的天空 让你尽情翱翔 你会考虑一下吗 比如我 一位医生 心血有些吃惊的看向他 目光触到的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 被落日的余灰染上一层淡金色的光运 整个人看上去 熠熠生辉 他说 我以为你单身这些年 一直在等秦威 他说 我是在等一个人 但那个人不是秦威 心血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他的思想有些涣散 他接着说 如果你想找一个人结婚 我觉得 我是很合适的人选 我自幼父母离异 他们很早就各自重组家庭 我是和祖父母一起长大的 所以 你不需要面临婆媳相处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结婚 那我们就好好谈一场恋爱 心血的心跳 突然失去了节奏 他想 这简直太疯狂了 他们寝室的人 要知道 他和顾子恒在一起了 一定以为 这是个恶作剧 然而更疯狂的是 他心里除了惊 竟然还夹杂着一种 难以言说的甜蜜 和顾子恒在一起之后 心血才知道 恋爱 还有另一种谈法 没有惊天动地 亦不患得患失 一路走来 他一直在那里 是他触手可及的温暖 好的爱情 并不需要 你爱得多深 多用力 而是和他在一起 感觉很舒服 彼此都是自己最佳状态 顾子恒 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他温柔儒雅 风度翩翩 又细心体贴 很贵照顾人 和他恋爱后 他不再失眠 不再偏激 不再纠结痛苦 心血的父母 都对他很满意 大概两个人太熟悉了 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心血有时 也不免遗憾 他们见证了彼此 在爱情里的分分合合 那些最好年华里 最天真的勇气 都给了另外一个人 剩下的是 沧海桑田过后的 细水长流 他爱他 一定没有爱情微深吧 或者 他只是对的时间里 那个对的人 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 他想 如果秦薇这个时候 出现求复合 他会如何选择呢 很快 他担心的事便发生了 的确有人 不识食物求复合 不过 不是秦薇 而是康成 康成的妈妈住院了 肝癌晚期 他的医生 正好是顾子恒 秦薇去找顾子恒的时候 在走廊里 遇见了康成 得知他妈妈住院 秦薇还是去看了看他 康成的妈妈 受得脱了像 身上那种 冷冰冰 高高在上的气质 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人 看上去柔和了很多 他握着 秦薇的手说 以前 觉得你太要强了 以为 我儿子跟你在一起 会受气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你不要怪康成 他之所以选择别人 是因为 我得了这个病 他不想再惹我生气 可是 他不快乐 他心里一直喜欢的人 还是你 他和那个女孩 已经分手了 我希望 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秦薇哭了 但没说话 康成要送秦薇下楼 秦薇正在吹死 顾子恒 突然跳了出来 你母亲需要人照顾 我正好也下班 秦薇就不用麻烦你了 任谁都看出 康成眼中 深深的失落 他用极低的声音 对秦薇说 我等你 拖酒 我都等 回家的路上 顾子恒 闷闷的开着车 秦薇想到康姆的病情 知道 他没多少时日了 不由的 深深叹了口气 秦薇以前 也曾经想过 如果没有康成的妈妈 他们也会很幸福 现在 他不那么认为了 你没办法 把一个人 从他的原生家庭 割离出来 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没有那一部分 他不完整 更不会快乐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恒更在 他跟康成之间的 也许根本就不是他妈妈 而是他们的感情 已经随着岁月 消散了 顾子恒突然说 我觉得 你应该开心才对 你与康成之间 最大的障碍 已经没有了 心血愣住 半赏笑了 笑得花枝乱颤 这个人 怎么连吃醋 都这么有趣 笑完 他才说 我是很开心啊 原来一向 温温尔雅的顾子恒 也有这么不淡定的时候 顾子恒 在黑暗里 红了脸 又听见心血说 原来你这么在意我 因为在意 所以担心 他会回去找康成 因为在意 他刚刚把他 从康成身边 带走的时候 手都是颤抖的 顾子恒 把车停在路边 一脸认真的 看着心血说 我第一次见到你 心里就想 去的女孩子 真的很特别 她的眼睛 比星星还亮 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可惜的是 我们在彼此的爱情里 都迟到了 所以 我只是远远地欣赏你 并没有别的心思 后来 秦威走了 我很难过 是你帮我对过了生活 最灰暗的日子 你安慰我 开导我 甚至帮我照顾生病的祖母 那时候我就想 我愿意一直留在你身边 不管你什么身份 哪怕只是最普通的朋友 所以呢 他小心翼翼地问 所以我爱你 很久很久了 不论康成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不会轻易放手 心血看着眼前的男人 忽然间酸了鼻子 却裂开嘴笑了 我也要你明白 不论康成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你 因为 我也爱你啊 顾子恒愣了愣 伸手抱住了他 此刻 夜色如墨 泼黑了整个天空 有星光透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